-大部分天氣 第21篇 哈囉大家好 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的動漫是晉級的巨人 這次 來帶大家來看完 晉級的巨人方外篇3 困難 這篇oad主要是講述 上位從訓練兵團畢業的1047主角團們 如何利用團隊合作默契 去解決訓練時所遇到的危機以及挑戰的一個篇章 在一個炎熱的天氣裡 伊雷斯奇主角團們被賦予了一項任務 任務內容是各班分成兩組 分別去取回兵團放置在40公里外的標記 並且迅速再回到基地 這種簡單的任務 而任務本身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 純粹只是兵團為了 培養大家的危機意識而已 第一組隊伍分別由愛蓮、約翰、阿爾米、希斯特利亞、沙夏克尼等人為一組 並由馬可擔任小組組長 第二組隊伍則分別由米卡莎、故鄉三人組等人為一組 並由托馬斯擔任小組組長 其實基本上你們只要記住低組就行了 因為自己的戲份幾乎都是他們的 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時 約翰正在抱怨著這個任務沒有任何意義 突然他們看到了一隻大蜥蜴 正跟著他們前進 沙夏則向大家表示蜥蜴很好吃 他小時候經常跟父親捕抓來吃 剛好約翰又覺得非常無聊 於是他表示要捕殺這隻蜥蜴 並且作為大家今天的晚餐 但這個舉動卻被艾連給阻止了 他要求約翰別做這種無聊的事情 再加上西斯特利亞不喜歡看到有人殺生 結果約翰馬上就和艾連吵了起來 突然沙夏大喊了 很好吃的 眾人才全部安靜了下來 並且繼續前進 而沙夏則對蜥蜴跑走感到很可惜 鏡頭轉到另一邊 米卡莎和萊納他們在森林休息時 結果一專員卻發現他們的立體集中裝置不見了 剛好雅尼在他們休息的地方附近 發現了一個營地 以及馬車的足跡 於是萊納立即斷電附近有盜賊之類的族群 他向大家表示一定要在 盜賊找到艾連他們之前先乾他們會合 就這樣一直到了夜晚 此時艾連一行人已經呼呼大睡 而西斯特利亞則因為睡不著 正坐在湖邊與他的馬談心 但就在這時 西斯特利亞 身後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身影 他隨即發出一聲尖叫 這聲尖叫喚醒了艾連一行人 而艾連則在醒來之後卻發現 自己與同伴們已經被 一群蒙面人用槍指著 沒錯這群蒙面人正是 萊納所說的盜賊集團 他們要求艾連一行人立即交出立體機動裝置 而艾連則訊問他們要這些東西幹嘛 蒙面人則表示 因為立體機動裝置 能在黑師賣個非常好的價錢 所以給我交出來吧 但以艾連的個性他絕不會乖乖妥協 他隨即站起來反抗蒙面人 此時約翰卻想趁機逃跑 但卻被蒙面人一槍給射中臉部邊緣 這一槍讓約翰嚇得畏縮不前 隨後艾連也被蒙面人給打倒在地 束手無策艾連一行人只能乖乖的 交出立體機動裝置給他們 而這群盜賊為了確保能安全離開 於是他們抓了希斯特利亞作為人質 而艾連一行人只能眼睜睜的 看著這群盜賊逃離這裡 此時馬可向大家提議 他們應該回去尋求兵團的幫助 但艾連卻生氣的說著 他絕對不會跑下希斯特利亞回去的 就算只有他自己一個人 他也要去救回希斯特利亞 此時 經常與艾連打倒鬧鬧的約翰 也向艾連表示要跟著他一起去救 而其他人也都是保持著同樣的想法 畢竟大家都是一起同甘共甫的夥伴 於是大家便開始制定救援計劃 莎夏首先向大家提議到高處 去尋找盜賊集團的確切位置 這個方法是他父親教他的 果不其然他們從山頂上 很快地就發現了盜賊集團的位置 阿爾敏則迅速推斷出 盜賊如果要到陣上出售章物的話 必定會經過一條分岔路 於是他讓莎夏克尼先一步使用捷徑 到前方將樹木給拉倒 阻擋盜賊的馬車前往小鎮 並迫使馬車只能從另一條狹窄的路前進 而艾連和約翰則在這條小路的樹上進行埋伏 盜賊的馬車總共有兩輛 他們如何能判斷出哪輛是在 希斯特利亞和立體機動裝置呢 阿爾敏和馬可首先 在樹上綁了鋁罐作為響鈴 並且躲在隱密處等待馬車到來 再利用聽覺來感受哪台 設裝了立體機動裝置的馬車 在前車的話馬可會敲響一次旅罐 在後車的話則會敲響兩次旅罐 就在此時馬車經過了馬可躲的地方 馬可精準的聽出立體機動裝置是在後車 於是他立馬快速的敲響了兩次旅罐 而在樹上埋伏的艾連以及約翰 也在這時跳到了後馬車上 兩人合作無間以精湛的體術 瞬間就將兩個狀態給料倒 但此時前車的盜賊首領正要拿槍 射擊艾連和約翰兩人 希斯特利亞立即射罰阻止盜賊首領 但盜賊首領還是射中了後馬車的輪子 導致約翰和艾連與後馬車一同 墜落到了一旁樹林裡 但是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已經成功取回立體機動裝置 鏡頭一轉盜賊首領正在怪罪希斯特利亞 都是他的夥伴害自己損失慘重 於是他便要將希斯特利亞給賣掉 以彌補他們的損失 Gonna 可以賣給我嗎 但之後艾連和約翰從後方趕了上來 並且利用勾索將首領的槍給打掉 隨後繞到馬車前方將馬車的江神給破壞掉 導致馬車墜毀 但盜賊依然不死心 繼續攜持著希斯特利亞 不過就在這時 一年四期最帥最強的兩位女角 雅妮和米卡薩從天而降 兩人一個出其不意打掉了盜賊的武器 瞬間就將刀抵著盜賊的脖子 而萊娜和小貝等於趕來的現場 最終這群盜賊被憲兵團給逮捕 而阿爾敏也將這一路上所有事情 一致不弱地回報給教官聽 此時阿爾敏詢問教官 他們不先回來請求支援 而是自己制定救援計劃的做法正確嗎? 但教官只回他一句話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最困難的那條路 沒錯正因為選擇了困難的路 才能在逆境中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雖然這條路走過之後 你可能會傷很累累 但你所獲得的收穫卻是最大 與此同時困難的路 也能考驗你的意志力以及耐性 只要你能通過這條路 哪怕是處在最險惡的環境下 你依然能靠著堅強的意志力忍耐著 這篇範圍篇真的很好看 在這篇裡許多的角色 都發揮出了自己最有用的專長 並且通過團隊合作成功解決危機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默契 這是104期長久以來同甘共苦的結果 畢竟默契是需要長時間培養的 但這也代表了104期豬腳團的每個人 都互相深刻的了解對方 才能達到這麼完美的合作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訂閱並且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CDRN 我們下次再見